满满的一大桌菜肴 又到了永峰里老人共餐的时刻 二十几名志工们在厨房内外忙进忙出 就是要为长辈们准备美味又丰盛的餐点 每次的共餐活动都有上百位长辈们参与 里长黄荣木表示 十分感谢志工们的大力协助 以及许多热心民众和商家的捐款 让共餐活动注入满满的爱心与力量 办理这个老人共餐 刚好有三个要件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就是新北市政府 还有我们公所 全力支持办理这个共餐 地利呢就是我在这个永峰里 刚好是一个地中心点 所以说共餐的人数非常踊跃 人和就是我们的志工非常团结 非常用心 在这边我真的非常感谢 志工朋友们 还有赞助的厂商 桌上一颗颗饱满的南瓜 都是里长黄荣木带着志工们 回到新竹老家亲手栽种 不同时令下所种植的有机蔬果 都会免费提供老人共餐使用 以实际的行动为长辈们爱心 到乡下 到新竹乡下我的故乡 种植这个有机果 果类 大家分享 关怀乡里 所以能够自得就是好损 所有瓜类都是提供给我们老人共餐 使用 让大家吃得健健康康 共餐除了要让大家吃得温饱 更重要的是鼓励长辈们走出户外 透过参与活动联系彼此感情 品尝美味佳药的同时 也感受到林里间满满的文情 苏维天空新闻土城报导